说到赌王,大家都知道澳门和鸿燊,但都不知道新澳门赌王是吕智和。 曾在2014年,吕智和甚至超过和鸿燊,成为当时的亚洲首富。 他还有一个吕智和奖,第一位获奖的还是我们的杂交水道之父袁隆平院士。 11月11日晚,银河娱乐及加华国际集团公布,主席吕智和于11月7日辞世。 享年95岁,李嘉诚在90岁宣布退休的时候,曾有记者访问吕智和,问他有没有相关计划。 当时他表示自己不会退休,吕智和担任两家公司的董事会主席,在世期间一直努力工作,没有将棒子交给子女。 吕智和离世的消息非常突然,他最近露面分别是今年的8月底以及9月。 8月底的时候,巴黎奥运国家队返港,入住吕智和公司旗下的五星级酒店。 当时他在秘书的陪伴下,站在酒店大堂亲自迎接运动员。 有网友公开现场片段,95岁的吕智和全程笑脸相迎,并不断鼓掌,工作人员怕吕智和身体疲劳。 多次扶着他坐下,但他很快又站起来,精神状态非常好。 当时,工作人员将三位运动员攀掌握,孙颖沙及全红衩带到吕智和跟前,与吕智和握手。 今年9月,吕智和迎来95岁生日,当时他的五位子女吕耀东、吕耀南、吕耀华、吕慧瑜及吕慧林,为他举办了一场独特而盛大的晚宴。 庆祝吕吕智和珍寿、政界。 商界名流纷纷出席,恭贺吕智和大寿、林子祥以及莫华轮到现场表演。 吕智和还跟林子祥合唱了,男儿当自强。 那个时候,吕智和精神绝朔,大家都没有料到他会在两个月后离世。 相比于李嘉诚这样功与名其聚的富商来说,吕智和的一生以低调著称,从不出现在除了自家酒店和公司以外的任何公开场所。 即便是在香港各大媒体上,也极少能看到任何关于他的报道。 直到2015年,遇近90岁高龄的他以220亿美元的净资产一跃成为了仅次于李嘉诚的亚洲第二富豪时,他的名字才第一次出现在了公众面前。 相比于他的财富来说,他传奇人生经历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和敬佩。 13岁时,他就开始在街头创业,16岁的他就已经成为了一名百万富翁。 但每每提到自己的财富时,他总是轻描淡写地说道,这不过是个数字游戏,最重要的还是要保持平常心,尽力做好自己的每一份工作。 除了商业外,他更是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慈善事业。 即便当时90岁的他仍旧奋斗在慈善的路上,吕智和,1929年降生于广东江门,自幼家境殷实,得益于曾祖父在美国的创业根基。 1937年,八岁的他随赴吕金泉迁居香港,以避战乱。 在香港,吕智和接受了良好的教育,思维活跃,早在中学时期便立志掌舵家族企业。 自学经商之道,并小视牛刀,协助打理家族食品批发与制衣业务,展露商业天赋。 1942年,年仅13岁的吕智和在香港街头敏锐捕捉到商机,鲁卫熟食受欢迎,于是大胆尝试,摆摊受满,起初顾客寥寥,但他亲自上阵宣传,逐渐吸引顾客,忘记时还需聘请帮手。 熟试生意如火如荼,他又拓展产品线,小视身手级收获颇丰。 16岁那年,吕智和在与日军的交易中赚了200多万,足以购得一栋楼,但好景不长,日币贬值,财富化为泡影,但他的任性未减。 随后,他瞄准汽车零配件市场,下逢东南亚战后重建,需求激增,再次大获成功。 1957年,吕智和根据香港经济形势,大胆投资沙石开采,此举在当时被视为冒险,因行业不确定性大且风险高。 然而,他坚持己见,随着香港经济起飞,建筑业繁草,沙石需求激增,吕智和因此被誉为石矿大王。 70年代,他的目光转向酒店业。 1977年,赤资6800万港元,夺得尖沙嘴东部开发权,贷款3亿多港元,建造海景假日酒店。 随着区域繁荣,旅游业兴旺,酒店价值飙升。 90年代已超10亿,吕智和成功转型为酒店大亨。 2002年,吕智和涉足博彩业,夺得香港赌场经营权,被誉为新一代赌王。 他在澳门联手外资,开设6家赌场。 银河娱乐公司盈利惊人,几天内即可赚取200多亿。 2014年,其身价高达237亿美元,基深亚洲第二大富豪。 坐拥千亿资产,并慷慨解囊20亿设立世界文明奖。 吕智和的商业帝国每分钟进账15万美元,相当于5分钟购得一辆兰博基尼。 2015年,他在捐16、8亿,创立吕智和奖。 世界文明奖,旨在弘扬推挤吉人,坚毅不屈,合而不同的中国传统价值观。 这一举动使他荣当2016年胡润港澳台及海外华人慈善榜榜首,成为首善。 当时,已经91岁高龄的吕智和仍然坚持在慈善的一线。 对此,吕智和也曾说过,我热爱工作,享受成功的喜悦。 在我看来身心健康才是生活的最佳状态。 吕智和有着富裕的家庭背景,一生经历过多次创业,在十几岁的年纪就已经学会经商。 在后来的人生中又不断抓住商机,走在时代的前沿,成为行业中的佼佼者。 实际上,吕智和是一个十分有趣的人。 在当年香港诸多富豪三妻四妾的环境下,吕智和只娶了一位妻子,也就是赵锦萍。 两个人已经结婚69年了,确实是难得。 之前两个人结婚60年的时候,吕智和还跟赵锦萍举行结婚周年纪念仪式,宴请了香港非常多的名流富豪出席。 吕智和乐善好施,先后三次捐钱给理工大学,其中包括捐出400万港元成立。 吕智和抗力膝关节康复专科中心。 原因是太太赵锦萍曾被膝关节问题困扰,试过很多治疗都没帮助。 后来遇到李大的胡志成教授,对方教吕夫人一些膝关节运动。 吕夫人极有好转,不过实际上两个人的感情并没有那么好。 吕智和跟赵锦萍的感情早就名存是亡了。 吕智和常,常年都不回家住,而是住在自己旗下的酒店里面。 赵锦萍其实已经独居了很多年。 几年之前,有香港媒体曾经拍到, 吕智和在大年初二的时候带了两个模特一起出现在香港一个木族店。 吕智和仅仅比李嘉诚小了一岁,今年也已经91岁了。 其实吕智和虽然没有与妻子离婚,但是两个人的感情早就没有了。 不过赵锦萍也非常聪明,他一直坚持不离婚,无论丈夫在外面做什么都不管。 只要丈夫不要跟自己离婚就好了。 其实赵锦萍这样牺牲也不是为了自己,而是为了自己的五个子女。 赵锦萍的几个子女分别管理吕智和的博彩、地产、酒店、建材等等生意。 而且兄弟姐妹之间非常和睦。 如果赵锦萍选择离婚,那么吕智和如果娶了其他人, 那么以后自己子女接班就可能会有变化了。 2020年9月,吕智和在一位美女的相陪下,进入一家糖水店。 当时的照片显示,吕智和身着西装,头戴英伦鸭舌帽, 前面的长发美女一身白色裙装,身材娇好。 虽然戴着口罩,但是站在那儿就能看出颜值不俗。 先不出糖水店的女伴站在门口耐心等待吕智和, 回头转身目光追随着对方。 而吕智和身边还有一位保镖陪同,帮忙开关门。 91岁的他不仅没主拐杖,甚至不履生风,不一会。 吕智和从店里出来,并在美女的陪伴下回到车上,扬长而去。 事实上,吕智和跟赵锦萍结婚初期,感情还是非常要好的。 两人琴瑟和鸣。 嘉华实业上市时赵锦萍还出任了公司的非执行董事,是吕智和身边的贤内助。 话说回来,香港大部分富豪鲜少,有能从一而终。 忠心不二的。 李嘉诚虽说为庄月明许诺终身不娶,但他和周凯璇的知己情已经是众人皆知的事情。 何洪生更不用说,三妻四妾,麻烦不断。 在他们之中吕智和和赵锦萍还算有一段美好的回忆,也互相成全。 很体面,李嘉诚在九十岁那年宣布退休,已经九十一岁的吕智和精力十足。 他对媒体透露自己没有退休打算,并笑言,我退休,你们养我吗? 我现在还能站在大家面前,如果有一天,我站不起来了。 我会告诉大家,从家财万贯到一无所有,再到东山再起,吕智和传奇的一生也全是了。 即使一无所有,也不缺从头再来的勇气,或许,就像他自己说的, 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刻,也不要放弃努力和希望,即使面临最对立的矛盾和冲突,也可以用爱与无私去化解。